超强颱風蘇拉雜港 天文台在昨晚8時15分發出10號颶風訊號 是自2018年超强颱風山竹之後 五年來再次發出10號訊號 一直都是颱風重災區的杏花村 昨晚的浪真是誇張 直接橫吹上岸 有市民在岸邊拍照 不過都抵受不住強風 最終很狼狽地爬上石等走人 強風還將附近的樹吹到歪了 甚至有帶樹被連根拔起 港島區的南風新村亦受災 安裝在大廈天台的新鐵和太陽能板 被強風吹下街 有住戶的槍刀被打碎 槍框都變殺型 還擊毀多個單位的冷氣機 在北角電氣道 這裡這麼多高樓大廈 不過風勢依然強勁 有觀眾向我們報料 昨晚10點左右 看到對面單位平台的棚架 整個被吹走 頂還在大廈外牆搖搖欲墜 到今早到尾移走 隨時會跌下街 九龍區的情況都不相伯眾 有人拍到旺角的情況 還風還雨 有廣告開報吹著羅馬路 還掛在交通燈 在黃大仙區 有人感覺到鎖住的大廈搖房 兩盞吊燈搖擺的幅度都挺大 居住在奧運站附近的邝先生都說 在家裡都好像坐船一樣 這樣坐坐下 不太好 就感覺上 房子好像會左右擺動 開始有少少雲旋浪的感覺 接著就開始看鄰居的群組 看看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怎麼一進去 原來好多人都感覺到這個雲浪的感覺 原來我們的房子 應該是左右搖擺中 最後就有鄰居 傳了一條片 就是他的家 因為他住到頂樓 然後那些吊燈是左右大幅度擺動 即是說左右擺動到距離範圍一呎有多 挺厲害的 接著是害怕的 因為經歷了山竹之後 有些東西吹到街上的情況 也沒辦法 唯有大屁的感覺 早點睡 而在秀茂平 風勢都這麼強勁 有觀眾拍到一棵幾層樓高的大樹 吹到歪了 最終都不敵強風 最後都被吹倒了 而今天我們去現場看過 附近的家庭和工程交板都被吹了 8時52分左右 我見到很大風 就拍一棵樹 錄了30秒也不夠 有看到他連根拔起了 他都陪伴了南村的人很多年 有點可惜 新界區方面 將軍澳多處地區都受到破壞 在將軍澳工業村一個落成不久的數據技術中心 有單位整個窗被吹走 幸好事件沒有人受傷 而在附近的民居日出看城都出現同類事件 有網民在社交平台分享他的經歷 見到一個睡房的大玻璃被吹爆了 玻璃四散落在床邊 同區有住客的單位被強風吹來的雜物打爆窗 唯有用貓網和木條將窗固定 叫做頂住客 不出街留在家都出事 出街就真是大件事 有人拍到一位著熱褲的女孩 在調景嶺交通交會署附近 被強風吹跌加上路面濕滑 這位少女簡直好像流冰般滑出馬路 還要面向地下 網民都說隔著螢幕都感受到她的痛楚 而在今天凌晨3時40分 天文台改發8號東南列風滑暴風訊號 蘇拉逐漸遠離本港並減弱至強颱風 不過今早早仍然風大雨大 被吹塌的樹枝散落一地 垃圾桶亦都被吹倒 不過街上的行人都只有小貓三、四隻 現在很不錯 現在說了8號風頭 風勢弱了很多 跟昨晚完全不同 現在已經在控制 我現在出來買午餐 有些地方 食事都有開門 今天買點東西回去吃 我們樓下那棵樹枕很厲害 整棵很大棵樹枕了 比上一次好很多 山竹樹枕 這裡好像有些準備都挺好的 你們家附近有些樹枕嗎 有…我們平台那裡有 那你擔不擔心會繼續倒下去嗎 不擔心的 有村人打理的嘛 不過經歷了一晚還風還雨 前日人頭湧湧的 將軍好街市 內外都變得滿目倉儀 裡面的假天花吹到爛了 電線吊燈都掉下來 不過街坊都沒有拍 照樣在下面 外面碰行碰過 而外面不少禅棚都吹得融融爛爛爛 只有幾間店舖有營業 我們連訪兩天的浴宕哥哥仔 今天就有得放風格 而隔壁的浴宕肥哥哥 終於可以做獨視生意了 究竟有甚麼驅使到你們開門 沒有,因為我們在一起 我們老闆和其他店舖的 同時一起開門 昨天打風就只賣了一些東西 回來賣賣 我們9時多才開 9時多才開 因為早上也沒有車乘 多不多市民過來買東西 很疏落 沒有人出來 下風球會比較好 可以開不開 都可以的 為甚麼你選擇開 在家無聊 今早入貨時的情況是怎樣 有沒有麻煩 都沒有甚麼 但很多東西在民口 反正我住樓上樓下 反正我住樓下 反正家裡也是坐 這裡也是坐 不如順便搞衛生 我昨天買了些菜 人們搶 我又搶了些菜 雪櫃有些肉 所以少少東西 就要了 嗯 多